男人不要多嘴 嫁出去的儿子就好像是泼出去的水吗 不属妇道的男人本来就应该死 男人卑微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让他们出去外面见见世面 讲掌之事 总好过老师待在家里当黄领工 男人无权 向妇教子理所应当 男人结了婚 本来就应该坚守本分照顾家庭 未成家开之善业 才是男人应该要做的事 男人生存的意义 就是生女儿 我们男人的生存意义 就只不过是一台繁殖的机器 没错 建国的奶奶活到九十多岁 她一生最大的成就 不是当将军 在战场杀了多少个日本人 而是生了三个女孩 大房生不出 二房起起来 她从小就很乖巧很听话 自懂事以来 就帮忙爸爸照顾家里 还要帮忙做家事呢 像这么优秀的男人 现在真的很难找到的 男人生存力非常强 还说她X软色体 活跃得不得了 婚后生女儿绝对不是问题 小的尊敬大的 才是和谐生活 当然是要跟大的分享 怎样 你喜欢绿色还是橙色 但如果男女对坏 女人在家相夫轿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几千年以来 中国历史就是如此 女人三从四德 过去那中国女人根本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面倒好 大门也出了 二门也卖了 怎么反而变得 那么欲赫难填了呢 一个人到了七十岁 按照法律规定 就必须由他们的亲子 或家人 送他们上孝子书回收 七十岁回归大自然 是一项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的事 孩子很小就被洗脉 是我们对社会 应该负起的责任 老人出门常被查身份证 我们1946年出身 还未满气时 再过三个月才满气了 人到七十 生日并且继续 早上还沉浸在 生日party的喜悦中 我希望以后 每一天都这么开心 下午就踏上了 为乌鸦的还全路 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 永远比不过 对子女的疼爱 小红 你怎么哭了 他们选择自愿上山 做人一定要勇敢 当然 也有人伪装成自杀 偷偷活着 过着躲躲藏藏的地下生活 真是太舒服了 却也会不幸遇到 遵纪守法的窃贼 今天几岁 警察要来了 一定是有人怀疑才会报警 最终人逃脱不了 这所谓的法律 同感觉 警察要为了 警察要人赤 警察要人赤 早就算 警察要人赤 警察要人赤 早就来 警察要人赤 ак,爹 警察要人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